骑士二人看陪您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的鬼话节目 我是老二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小沛 他自大出生呢 就有着灵异体质 所以啊 从小到大见过的鬼 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他的故事呢 大家伙可能听过 今天请大家再听老二讲一遍 有一年 小沛的妈妈住院了 她患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病 住的是神经外科 但是那个时候 在神经外科的病房区里 有一个规矩 就是有一间病房 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进去的 医生也不告诉你任何的原因 他只是给你讲 病人以及家属 包括医生 通通都不能进去 当然了 任何人也都没有违反过那个规定 那一年呢 是一个很冷的冬天 一天晚上 医生拿了一张单子送了过来 让小沛去对门的那栋楼 缴费 因为小沛是独生子女 所以啊 她是一放学 就陪在母亲身边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半了 这个时候 小沛拿着单子呀 心里面就发怵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情况 小沛就和医生商量说 请问我可以明天早上再去吗 医生说不行 你妈妈等着用药呢 你这孩子搞什么鬼呀 交个费还磨磨唧唧的 医生她不知道啊 但小沛也顾不得被医生批评了一顿 她心里是非常的害怕 但是呢 她也不敢说实话呀 即便是说了 别人也不会信 没办法呢 小沛就问医生 请问那栋楼离这儿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小沛就在估算呢 自己来回的过程 顶多不能超过十分钟 不然 自己是绝对要出事的 医生就说 可能来回的话 不超过一刻钟的样子吧 那栋楼有点远 你得从这下去 然后过一个楼道 再穿过一栋楼 再过一个楼道 然后再上电梯 到几楼几楼 小沛当时一听 整个人都麻了 但她没办法呀 就说 请医生帮忙照看一下母亲 然后希望能不能 请一个护士小姐姐 或者小哥哥 陪她一起去 自己一个女孩子 有点害怕 然而这会儿 整个病区里面 只有一个护士之班 她还要照顾其他的病人 无奈之下 小沛是只能硬着头皮 加快了脚步 出发了 当时整个走廊 大概有20米长 全部是黑漆漆的 没有一盏灯 小沛瞬间就感觉 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冲头顶 几倍发凉 为了给自己打气 小沛唱着歌 迈开步子往前走 走到大概10米左右的时候 一阵冷风突然从身后吹了过来 呼呼呼 小沛的整个裙子 当时就掀起来了 因为是冬天嘛 所以小沛穿的是那种很厚的裙子 但就是这样 居然就被那个风给掀起来了 这已经就很不正常了呀 但小沛只能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这是心理作用 她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大概15米左右的时候 旁边就已经是电梯门了 电梯门呢 也终于有一盏亮着的灯 当小沛走到靠电梯门的时候 她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后面有人 但她还是不敢回头 也不敢说话 这个时候小沛就想按那个警报按钮 但是她发现那个按钮根本就按不动 接着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小沛头顶上的那个灯 咔啦一声灭了 唯一能够照亮她录的那一盏灯灭了 小沛彻底的慌了 就想往回跑 她大喊说 护士姐姐护士姐姐 请问有人吗 但离奇的是 整个病区的走道上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一丁点的声音 小沛就下意识推开一间病房 想进去躲躲 然而她一间一间推开看 依然是看不到任何人 包括病人 包括家属 包括医生 全都不见了 仿佛全世界就剩她一个人存在 当时小沛就明白 自己遇到了类似鬼打墙的情况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必须要冷静下来 沉了沉气 小沛就往回走 一边走 一边冲着空气说 不好意思呀 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们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我只是想给妈妈交一下医药费 大家能不能放过我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请多多包涵 就这样 小沛一路道着歉往前走 这个时候 那盏灯又亮了 小沛终于走到了 电梯旁边的这个地方了 对面呢 是一个窗户 窗户下面是取暖的暖气片 那个暖气片上面 突然就有一个人出现 小沛很确定 一开始绝对没有的 但是在那盏灯亮了以后 暖气片上面出现了一个女人 那人画着一个特别浓的妆 就是死人才会画的那种浓妆 全脸惨白 两边还画着两个大红脸蛋 头顶有着一个圆圈 下巴上还有一个点 她的头发都是网上立的 很长很长 就跟触电了一样 下面的头发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胡乱飘着 而且长的都拖到了地上 小沛整个人当时已经蒙了 她甚至觉得自己今天要完了 但是这会儿 小沛能想到的办法 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她还得给妈妈交医药费啊 这个时候小沛看清楚了那女人的样子 虽然看不出年纪有多大 可她穿着一身花布棉袄 坐在那个暖气片上 敲着二郎腿 手里面还夹着一根雪茄 就那么吞云吐雾的看着小沛 眼神非常的犀利 就那么一眼 小沛甚至感觉对方要把自己给吸过去了 下意识的小沛当场直接就跪下来了 说姐姐我错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你放过我吧 但是那女人就看着小沛 说不用害怕 你要走电梯是吗 我们俩一起吧 我也要下电梯 当时小沛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她感觉后面有一股力量 把自己往前推 小沛就拼了命使劲拉着门框 她知道自己不能走 死都不能进电梯 小沛哭着说 姐姐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错了 我求你放过我 这个时候那女人就说 走吧 你要进电梯 对不对 走啊走啊 说着女人就进了电梯 小沛亲眼看到 那女人是没有脚的 就那么凭空飘着进去的 这一幕给小沛的双腿都下麻了 已经都不能站立了 她死死的拉住门框 告诉自己绝对不要进去 这个时候 小沛身后猛的传来一股力量 把她往前一推 小沛蹦荡一下 就摔在了电梯门口 等她一抬头 那女人就站在面前 阴瑟瑟的笑着对小沛说 来吧 你跑不掉的 接着就把小沛往电梯里拉 小沛大喊救命啊 但是她喊不出声音来 一丁点声音都喊不出来 这个时候 小沛突然想到了 自己信佛祖呀 她大喊阿弥陀佛 佛祖救我 终于小沛喊出声音来了 这一声出去 刷的一下 那个女的就不见了 然后职业班的护士 就寻声跑了过来 说小妹妹你怎么了 这会的小沛 已经吓得雨无伦次了 而且是面色惨白 嘴唇上一点的血色都没有 护士呢 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说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小沛就颤抖着说对 护士安慰小沛说 我们这里其实经常都有人看到 就是她 我们就是担心你们看到 所以都不让你们去 她经常会出来 小沛这会儿也缓过来一点了 就问说 是不是就关在那间门里面 她在里面住着是吗 万万没想到 护士说对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就不瞒你了 不过呀 她应该不会伤害你的 最后 小沛在医生的陪同下 去到了对门的那个楼 交了医药费 这次的经历啊 是在小沛的学生时代 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灵异体制 会慢慢的消失 但结果证明 小沛她想错了 在19年 小沛当时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家的房子正好遇上拆迁 那一条路 方圆一公里以内的房子 全部都拆完了 但是因为小沛家旁边的一栋楼 价格没有弹拢 就导致小沛家和乡邻的这栋楼 没有拆成 小沛家就变成了一个独洞 在那里储着 方圆一公里内的所有房子 全部都拆完了 也就是说 这里基本上没人了 晚上是鸦雀无声 小沛就不想再家住 索性啊 回了娘家 一家子喊着好朋友们就出去露营玩 扎了帐篷以后 她跟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帐篷 其他人两个三个的 四个帐篷就住满了 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 小沛突然就觉得自己心脚痛 那种感觉非常的难受 甚至都不能呼吸了 这一下就给小沛疼醒了 但是呀 她并没有什么心脏方面的毛病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大概是两点多三点 小沛就坐起来 也没有打扰旁边人 她感觉胸闷 就想出去透个气 拉开帐篷的拉链后 外面是漆黑一片 小沛就把应急灯给打开了 突然 不远处的湖边有一个哭声传了过来 很微弱的那种时有时无的 小沛当时就被吓到了 本能的告诉自己不能过去 小沛刚想悄悄的溜回帐篷 但是那个哭声越来越近 小沛这时候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风 索性就站在那里等 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她刚往前走了几步 就发现是一个小姑娘 她坐在那个地方哭 当时实在是太暗了 灯光打过去的时候 小沛只看到是一个人影在那里 而且那人浑身都在滴水 小沛感觉这很不正常 因为大半夜的不可能有一个小女孩 坐在湖边 这个时候小沛基本上明白 自己恐怕是又撞鬼了 她第一反应就是 赶紧回帐篷去睡觉 当什么都没看到 心里还默念着 不好意思打扰了 但是那个小姑娘主动开口说话了 她说你好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小沛当时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她 因为小沛都不清楚 这小女孩到底是鬼呢 还是一个真正的人类 但她下意识就说 好 首先我们只是在这里玩一玩 无意打扰你 我先给你道个歉 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人的话 需要我的帮助 那要不我给你打一个报警电话 这样的话 他们也可以帮你 我觉得我是帮不了你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女孩子 谁知道小女孩听完以后 哭得更厉害了 一看这情况 小沛就坐下来 说好吧那你说吧 就硬着头皮听她讲 小女孩说 姐姐你放心 我不会害你 小女孩说自己已经往生了 听了这话 小沛就说 姑娘啊 你的头一直在滴水 你冷不冷啊 我的帐篷里面有一块毯子 我借给你 你搭一搭好不好 小女孩就说 不用了 谢谢 她很感动 抬起头来看了小沛一眼 简单的交流了几句之后啊 小沛看着小女孩 感觉莫名的心疼 就想伸过手去摸一摸她 但结果 她的手直接穿过了小女孩的身体 根本摸不到 不过啊 小沛已经遇到过好多次了 已经不是那么的恐惧了 她就坐下来问小女孩怎么回事 其实呢 小女孩是被别人给害的 她其实是一个高中的女神 大概16岁左右 她被两个师兄合伙骗到了后山上面 说一起上去搞野炊爬山什么的 小姑娘就很单纯 再加上 那个师兄是小女孩喜欢的人 她就相信了这俩人不会害她 结果 两个人上去以后 先是欺负了她 之后又怕她醒过来以后去报警 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小姑娘给害了 而且俩人把小姑娘抛车到湖里 想要毁尸灭迹 这个小女孩呢 其实是一个很苦命的人 她是跟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 也没有爸爸 这样一讲的话 小沛当时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了 因为啊 她也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 也是从小就是跟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小沛不仅没有害怕 反倒跟着小女孩哭了起来 她就说 妹妹我能帮你什么 你肯定是需要我做点什么 你才会叫住我的 情况呢 也的确如此 小女孩说自己躺在湖里 好冷好冷 她想回家 小沛感觉很惊讶 说没有人来捞你吗 结果呢 小女孩说自己往生了大概三天左右 可能是还没有被人找到 她的妈妈现在也到处找她 可是呢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 这个时候呢 同行的一个女孩子醒过来了 她就喊了小沛一声 然后小沛就像是恍然大悟一般 回过神来了 就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会儿她也搞不清楚了 自己到底是在梦境呢 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小沛整个人也是恍神的状态 就跟着朋友回到帐篷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小沛的头非常的疼 突然开始发高烧 她自己知道是个什么原因 但是同行的其他小伙伴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就问小沛是不是不舒服 今天的行程可能就改变了 马上回去吧 然后昨天喊小沛的好友就说 哎姐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梦游啊 你全程一个人手舞足蹈的在那里说话 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呀 小沛也没有解释 只说那你当我是在梦游吧 但是我有个很神奇的经历 如果我讲给你们 你们要帮我联系警察来 假如是假的 那所有的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假如是真的 那我们就做了一件善事 积累了功德 于是小沛就把这个经历给众人讲了 当时一圈人听完以后都吓坏了 天哪你怎么有这个胆量去跟他聊天呢 大家呢也感觉小沛不像是讲故事 就赶紧啊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女孩的母亲 听到自己女儿已经找到了 就非常的激动 马上坐车赶过来 因为离的比较远 警方就说 哎 要不先捞捞看 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存在 你是不是在撒谎 小沛就说 好 不过现在捞有可能没有成果 因为小女孩的要求 她妈妈必须在 否则她是不会出现的 结果也真的如此 警方捞了好几个小时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期间呢 小沛把小女孩描述的 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啊 名字啊 以及地址这些 都已经详细汇报了 但是小沛不确定真假 因为那是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 去接受的信息 那警方就说 如果你骗我们的话 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不过小沛表示 自己愿意承担 万一这件事是真的 那就是一件大好事 后来又过了几个小时 小女孩的母亲终于赶到了 老人头发是灰白的 非常的憔悴 非常孱弱的一个妇人 她当时就在河边 就在喊 阿妈来了 喊了几分钟以后 警方就再次开始打唠 神奇的是 湖的中间突然冒出一个黑点 一看就是头部浮出了水面 但是除了头部 再也没有继续往上冒了 警方就感觉很奇怪 赶紧就滑到湖中央去捞 发现的确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跟小佩半夜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但不同的是 她的身下拴了一块大石头 所以她是根本不可能飘上来的 她就只能够露半个头 经过努力啊 小姑娘是被成功打露上来了 那两个嫌疑人 也是绝对能抓得到的 经过这么个事 小佩一行人也没心情玩了 就各自回家了 大家心里都感觉很难受 当天晚上 小佩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这个小姑娘 她说谢谢小佩 自己很高兴 马上就能去投胎转世了 梦中的小姑娘身上 也没有再滴滴答答的 她的母亲给她换上了 干干净净的衣服 把她送走了 小佩的故事可能很多小伙伴不会信 但对于她来说 很开心能够帮上忙 你们说是吗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经历 或者故事吗 欢迎投稿到老二和小季的邮箱 我们俩等着大家哦